朋友们早上好 这个后面呢 这是我们住的这地儿的入口 车只能停在那个位置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拱门一样 用植物多年经营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拱门 很别致的这样的一个入口 今天我们在这儿呢 把昨天网上我提到的老王社长 关于这个俄乌战争和中国的战略选择 这个这篇文字跟大家分享 供大家讨论 老王社长的这篇文字的标题 俄罗斯与乌克兰真正的历史是非曲直和正义 历史是非曲直和正义都是用眼号眼上的 老王社长说那些一心盘算 希望北约通过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代理战争 击败了俄罗斯 征服了俄罗斯 完成了对中国的全方向包围 在全力对付中国和摧毁 摧毁中国的国内反华公支和右派们 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 谁也都知道 但嘴上他们却把自己打扮成维护正义 说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 他们要维护正义 必须剥去他们的所谓的正义 不说美国为首的北约 违背承诺五里东阔引起的代理战争的根源 只说乌克兰本身 历史本来就没有独立的实体国家 乌克兰 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人为的将乌克兰 化成了一个加盟共和国 克里米亚更是五十年代 乌克兰人赫鲁晓夫才将他作为礼物 从俄罗斯割出送给了乌克兰 是的 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宪法 因早期共产党人的浪漫主义 规定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有权退出苏联 人们总以为九十年代初苏联的解体 根据的就是这一条 但事实 因摧毁苏联的一毛家们的刻意隐瞒 人们一般不知道 当年苏联 还有一个重要的法律 这个法律的名字叫加盟共和国 退出苏联的程序法 浪漫归浪漫啊 就是早期你可以自由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你你可以有权退出苏联 很浪漫 但是他还有一个法律 在后边跟着 是什么呢 就是退出苏联 有一个程序法 那么这个程序法特别严厉 规定了要求退出的共和国 在加入苏联时 不属于该国的领土地位 这一项条 这一个条文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苏联法律规定 你加盟共和国 可以要求退出苏联 但必须退回你 加盟苏联后才得到的 原来不属于你的领土 不属于你的领土 例如 立陶宛更早就闹独立 但一直不敢正式提出 因为那时的白俄罗斯警告他说 1938年立陶宛的版图 不是现在的版图 而是另外一个样子 若在立陶宛脱离苏联的情况下 白俄罗斯共和国将不受有关 将一部分白俄罗斯土地 划归立陶宛的一切法律命令文件的约束 不得不坚持将原白俄罗斯土地 白俄罗斯土地归还白俄罗斯 这就有点像婚姻 说你可以离婚 但你不能把婚前财产 特别是婚前房产带走 应该归还再走 不归还是不正义的 原统一的主权国家苏联不是核宪核法解体的 是被阴谋家们非法摧毁了 伊丽钦们未经全苏联人民的合法同意 在明斯克片面宣布苏联宪法无效 苏联不再存在 和各原家门共和国的独立 解体了苏联 是一场非法的政变 他既然根本摧毁了苏联宪法 自然也就不会去一规执行 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程序法 这就为原苏联各独立后的国家要求 所回原属于他 而在苏联时期被中央行政胡乱化走归了他国的土地 埋下他们合法要求的伏笔 获约隐患 既然俄罗斯继承了国际法上原苏联全部责任和权力 今日普京的俄罗斯政府要求依据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程序法 向乌克兰索回克里米亚索回乌东各州 甚至哪怕要求索回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成立前 完全属于俄罗斯的全部乌克兰 有什么不可能 有什么不正义 老王社长认为完全正义 完全正义 更何况现在这个乌克兰的北约傀儡政府 正在成为俄罗斯安全的威胁 甚至未来对中国的安全的威胁 什么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历史是非曲直呢 追根溯源 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的是非曲直 下面呢他就说了说 关于中国政府的选择 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应该不犹豫的 全力的支持普京 俄罗斯的一切对乌克兰正义的行动 这不是什么被拉下水 本来就不应该机会主义的骑墙 站在一边看 站在一边看这句话 是当年毛主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你不是没有上线的战略伙伴关系吗 2008年北京有人曾提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那么今天北京应该提 捍卫俄罗斯就是捍卫中国 这是老王社长昨天发给我的 他关于这个所谓的乌克兰 这个俄罗斯领土争端 这个争议的领土 这历史上的是非曲直 怎么来的 是怎么来的 那么苏联关于加盟共和国的加入 以退出的相关的法律约束 这历史上是存在的 并不是大家 现在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一条 或者提到这一条 事实上这是曾经存在的东西 苏联的法律 那么还有呢 就是老王社长的态度非常非常明确 他认为俄乌之战 俄罗斯是正义的一方 不存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这个他认为 第二个他认为 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不仅是 此前和当下的俄罗斯的安全的威胁 他认为因为乌克兰 作为已经成为了北约事实上的傀儡政府 那么他认为 这个傀儡政府事实上的存在 对中国未来的安全 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他提到的 没有上线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个呢 我今天早上 我看到了这个麦克兰 我们的老朋友 他是坚决反对这个 这个支持俄罗斯的 反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 那么 汪先生呢 他也提到了这样一条 他说 所谓的没有上线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一条 是当初外交部的一个工作人员 未经请示 擅自对外发表的意见 说这不是中央当时这样的共识 那么他说这个人呢 现在已经从外交部给调走了 因为犯了这样的一次错误 已经调走 那么就不应该以他曾经错误的这种表达 所谓的中俄没有上线的战略伙伴关系 来界定今日的中俄关系 那么这个意见呢 我希望老王社长呢 这个我在这个里面提到 这个汪先生的这一条意见和他反馈出来的信息 供老王社长参考 但是老王社长的结尾 他的态度非常非常明确 他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 应该毫不犹豫地去支持普京和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正义的行动 你当年有那么大的勇气 魄力和热情 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那么今天应该提捍卫俄罗斯 就是捍卫中国 老王社长的意见 分享给大家 供大家讨论 谢谢